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 冠名 你猜哥 第53章 我们一起回家 这个突然出现在范畴和郭全的面前 并且大发神为一招秒杀断头鬼的人 竟然是 下瓶 操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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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这范畴说话都结巴了 下瓶脸上没来由的一红 双手背在了身后说着 你别管那么多了 快去救你朋友 范畴没接话 探头探脑往下瓶身后 瞧 什么玩意儿 混天灵啊 下瓶一跺脚 你才是哪吒呢 哎呀 你再不去救你朋友 他 他可以 范畴这才想起来 回头一看 朦胧的红罗杀杖里 凤杰把衣服都脱半截了 隐约看到了雪白的香肩 大红的肚兜 而且还在继续脱 哎呀呀呀呀 臭不要脸 范畴吊着脚 大叫往前冲 郭瓶子一把拦住的 无比冷静的说 哎 莫要冲动 且先静观其变 我不意 看黄片回家买盘去 下兵也看见了这一幕 一个劲的捂着范畴的眼睛 不许看 不许看 郭瓶子冷哼 踏步向前伸手 一指凤杰 开 放开那个小子 用本事你冲我来 几个人在这闹腾 红衣女鬼奉姐回头冷笑 算你们有点本事 能杀了我的几个大将 可惜 你们无论如何也走不过我这红螺沙阵 话音一路 变故人出生 只见那红螺沙帐上顿时弥漫了一层红雾 雾气中隐约出现无数个人脸 在那红螺沙帐星罗旗步就跟一张巨大的鱼网似的立在了面前 范畴立马感到空前巨大的压力 难怪他们这一路进来都没看见鬼影子呢 原来都为了红衣女鬼支撑红螺帐 这绝对是神器一流的高端法宝啊 这怎么破呀 范畴已经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 就是自己刚升级不久的拘魂网 不知道这个网对上红衣女鬼的网 熟胜熟妇 但演不起而毫无其他办法 可要是失败了 不但花小心费了 自己这几个人恐怕也难逃升天 临死前还得看一场古装版的AV 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范畴斜斜着眼睛看了一眼下兵 这丫头刚才还一副隐士高人的场面 这一会儿吓得眼泪汪汪的 捂着范畴的胳膊不撒手 看来模样也是指不上 凤姐一阵荡笑 轻蔑的望着几个人一眼 转向花小心 抱起她的脑袋 扶手就亲了下去 红罗杖上红雾越发弥漫 渐渐的什么都看不清 范畴这回真急了 再也顾不得许多了 心念急动 手中出现了一张巴掌大的符咒 上边弯弯曲曲画着许多条 缭绕的锁链 正是她的新技能 拘魂网 范畴斗手就要祭出拘魂网 打算跟凤姐拼命 却在这时 耳中传来一个清脆空灵的 童鹰呼唤 娘亲 你在哪里 范畴一个哆嗦 心说要坏 豆鹅说过 这凤姐的腹中胎儿 也被那恶道士制成了凶灵 难道此时居然也要现身呢 可是不对啊 不是说他们母子失散 再也没见过面吗 范畴在这里纳闷 那红衣女鬼凤姐却是神色大变 蹭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侧耳聆听那声音的呼唤 娘亲 小童来找你了 你在哪里啊 这一句话一入耳范畴的恍然想起来 难怪听着耳熟 竟然是小童 被自己稀里糊涂领回家的小鬼 天哪 原来她就是那个被制成凶灵的胎儿 孩子 我的孩子在哪 红罗沙障 腾然升起了一阵红雾 渐渐的褪去 凤姐套上的衣服也顾不得花小心了 亮亮呛呛的跑了出来 面色激动 四下张望 其实范畴也在找 这小童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到底在哪呢 远去雾气中 忽然走过了两个身影 一大一小 顶经一看 正是窦鹅领着身旁的小童 缓缓的走了过来 范畴看到窦鹅感到就安心了不少 可再看小童 此时可不再是那副乖乖的样子 脸色乌黑 眼中流露出两道血泪 浑身上下煞气森森 要不是窦鹅头上顶着骇人指数一摆 估计都拉不住他 孩子 你就是我的孩子 我终于见到我的孩子了 凤姐口中反复的难着这几句 整个人像傻了似的 伸出双手往前走 小童也见到了满身红衣的凤姐 一把挣脱开了窦鹅的手 带着满身黑气就跑了下去 一下子扑进了凤姐的怀里 这母子意外相逢 范畴可没心思跟他们煽情 他悄悄绕到了凤姐的后边 来到红罗杀仗 一看花小心面无血色 在那躺着 双眼圆睁 无神的望着空中 范畴吓了一跳 招呼了几声 花小心全无反应 只是微微张这个嘴 瞪这个眼 摸了摸心跳和呼吸 削 微弱的很 人就像变成了植物人一般 郭瘸子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上前看了一眼说 丢魂了 咱得趁现在赶紧把他弄走 回头人家刚认为儿子一起 跟你来抢老公和老爹 看你怎么办 弄走 你现在能找到门在哪 我就扶着你 还有我找吗 这郭瘸子一直斗鹅 问问他从哪里进来的 不就知道了 诶 逗逗 你怎么带小童来的 难道你早知道 他就是凤姐失散的孩子 你快点告诉我们在哪 咱得赶紧撤呀 斗鹅一摇头 别管他是不是 别管他是不是凤姐的孩子 今天不收了凤姐 你更在何时 你看看他们 现在怨气消散 这是大好时机 范畴看了一旁 抱头痛苦的娘脸有点愣了 这要是把他们抓回地府 是不是他们母子还得分开 不是分开 他们是越狱 回去后肯定是家市长 以后说不定就没有以后了 那我岂不是故作罪人 人家几百年好不容易才相遇的 哼 抓我回去 恐怕你还没这个本事 凤姐回过了头 面带不屑的冷横 范畴说 有没有事咱先不说 你告诉我 我这彭月魂魄 你给弄哪儿去了 魂魄 你不是地府派来的吗 有本事 你自己去找 不必问我 卧槽 范畴有点生气了 旁边郭瘸子小声说 他的红破应该刚立体 就是刚才他做的手脚 咱得挂起来抓紧找回来 要不就不知飞哪儿去了 范畴一点头 面色一冷 掏出了小黑碗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通 你只能跟你年轻一起回地府了 还没等范畴说完 小通忽然抬起头 高兴地说的 我可以和娘亲一起回家了吗 娘 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凤姐眼神迷离地说着 傻孩子 我们哪里还有家呀 这是大哥哥的家呀 他家里好多好玩的 我们一起去他家 就是回家了呢 范畴一颗心 差点没蹦出来 这孩子真是童言无忌 还是诚心跟他过意不去 让凤姐一起去他家 这他妈不是要了亲命吗 那到底这范畴啊 能不能收得了这凤姐呢 这小通和凤姐 到底回没回到范畴的家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货 第53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